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明朝角色最细配对养成攻略 影片可能不炫,但绝对钱货满满 这期视频给大家讲一下角色的养成、配对 包括深海、词条怎么选 为什么这么选 那么这期视频呢,不仅仅会讲示结论 还会告诉大家为什么去这样子选择队友 原因是什么 为的是让大家不被一些粗之滥造的就是 乱七八糟的攻略给误导 比如说这个攻略 他要是分面写的什么基岩一大40万 那么不知情的萌新 他可能就觉得这个视频里面的配对是正确的配对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再者说那个大招他砸下去也不是40万 而是11万对吧 他那个6加5的基岩还没有6加1的基岩差距伤害高 那么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就是因为配对配装上出现了问题 那么我们先从最重要的开始讲 技能伤害类型 大家也都注意到了 在明朝这个游戏里面呢 技能伤害类型分为普攻伤害 大招伤害 重击伤害和共鸣技能伤害 而且角色呢 他有时候又有一些奇怪 比如说这里 大招所造成的伤害 并不一定是大招伤害 比如说季炎 季炎害大之后 这里写着他是重击伤害 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 在共鸣回路这个地方 也就是大招砸下去的那以下 伤害也是重击伤害 但是有一些门星 包括一些博主啊 他们看见这个技能前面有共鸣解放这四个字 他们就会下意识地认为说 这个技能他同时是共鸣解放伤害 同时又是重击伤害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技能在他们的想法里 就是同时能吃到两种伤害加神 这是完全错误的 这里的共鸣解放 也就是说技能前面的前缀 他是指使用这个技能的触发方式 比如说要触发寄人的这个仓要八荒后洞 要想打出这一段伤害 你需要的 你需要做的是按大招 也就是说使用共鸣解放 你可以打出这样一个伤害 那么 那么这个伤害到底属于什么呢 是属于重击伤害 同样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 安可 安可的共鸣回路里 你们看名字是不是重击白瞇失控之言 重击黑瞇死暴走 重击黑瞇暴走之言 他们的使用方式 这两种伤害你想打出来的话 那么 触发方式是 你要按住攻击键去使用重击 但是这两种伤害类型 他们是属于大招伤害 也就是说 前缀是说明了技能的使用方式 而技能伤害属于哪一类型 要看技能的具体描述 这是很多门星而不了解的地方 包括某些博主在做视频的时候 会去误导人的地方 那么门星不看这个 这样无所谓 但如果你支撑一个 但如果你支撑一个攻略博主 然后在这种地方误导人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不合格的 好 我们一个个就再来看 首先是技能 技能的伤害构成是什么呢 技能入场之后开大 然后一直转转转 转完了就可以切人走了 大招期间的伤害 包括砸下去的这段伤害 都是重击伤害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说技炎90%以上的伤害 都是由重击伤害构成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 给大家寻找的队友是谁 应该是莫特斐 莫特斐的演奏技能 大家看这个 也就是角色技能界面的这个地方 这个演奏技能 是明朝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莫特斐的演奏技能 是给下一个登场角色 也就是技炎 他的重击伤害 加深38% 这里的加深 大家要注意 加深和加成 是两种伤害程序 加深他是独立程序 所以这个加深 他的效果非常的显著 而有些博主推荐的 啊 技炎 加健新来打核爆 这种配对啊 哎 技炎的健新 健新的演奏技能是什么 是共鸣解放伤害加深 所以技炎的大招是完全吃不到 健新任何一点点的增上效果的 反而是推荐你们这么配对的主播 直接拉黑好吧 特别是有些文星 他可能想练技炎 然后他想给技炎找一个队友 于是看到某些主播的攻略之后 他就用那个自选 或者说自选持了那80抽 给技炎搞了一个健新 这不是完全在误导人在看人吗 所以说这种主播 真的是该死 我建议你直接拉黑 好 说完让建新 大家可以看莫特菲的固有技能2 在大招期间 每次加强因命中后 都会使下一次的共鸣解放 加强因伤害提升1.5% 每0.35秒可以触发一次 上限50层 如果这个可以吃满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伤害啊 虽然这个伤害提升会被增伤区的息事 但莫特菲的增伤区本身就不是很大 更何况作为辅助 一般穿戴的是青云出月头 所以他的增伤区息事其实没有那么大 这1.5%的伤害提升逐渐累积起来 如果可以吃满的话是相当可观的 这个伤害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段视频啊 这是使用角色的普通攻击 来触发莫特菲 也协同攻击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射出去的小火焰 也就是莫特菲的后台协同攻击 其实频率并不是很高 对不对 OK我们再来看这一段 这一段是以空中攻击 这样一种伤害频率比较高 并且比较稳定的方式 来测试他的后台协同攻击频率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频率明显变高了 对不对 基本可以稳定在1秒出头 可以打3发 好我们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一段 就是技研使用大招 来触发莫特菲的后台协同攻击 可以看到这个火焰 他射得非常快啊 这就涉及到莫特菲 协同攻击的触发机制了 他的判定方式使 在敌人受到伤害的时间点 莫特菲的这个协同攻击 是否冷却好了 如果冷却好了就可以触发 如果没有冷却好的话 要等到下一次 敌人受到伤害的时候 才会去再进行判定 所以你角色攻击的伤害频次越高 攻击段数越高 是越容易触发莫特菲的协同攻击的 那么在当前版本 只有技研在这大招的10秒钟内 这样的一个攻击频次 是可以完美触发莫特菲的协同攻击的 单次破阵之箱的耗时 约在1秒出头一些 在这1秒多的时间内 可以造成8次伤害 那么每造成3次伤害 就可以触发一只莫特菲的协同攻击 大约耗时是0.37秒左右 是微微大于莫特菲的协同攻击的就CD的 也就是说在当前版本 只有技研开大 是可以完全吃满莫特菲的 这个后台协同攻击效果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莫特菲可以说是 技研的装拐 是技研的完美售后 在当前大家练度还不高的情况下 因为大家现在把所有资源都给主C了嘛 副C只要给他一个套装 凑一套效果就可以了 在后期如果大家资源都变多了 有足够的资源去提升辅助-C的练度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莫特菲的协同攻击 其实他的伤害还挺高的 当然这仅仅是在搭配技研的时候 搭配其他角色的话 是无法以高频率出发到协同攻击的 那么如果你有技研但是你没有莫特菲 那么你可以选择谁做队友的 善华和秋水 这两者的区别在于 善华他对技研没有伤害上的提升 但是善华他获取QTE的速度非常的快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片段 可以看到我变咒入场之后 善华 2 ZE 就直接把 血奏坚定打满了 再打一个A345补一下就可以了 再打出QTE之后就可以直接切技研 但是现在的话使用秋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切秋水变咒入场后 使用一个他的共鸣技能 然后在AA打满他的被动能量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大概等个一秒钟 共鸣技能又好了 再使用共鸣技能 再接着A几下他的斜斗值就满了 就可以去切出技研打伤害 所以我们优先加这个共鸣解放 然后是共鸣回路 最后是共鸣技能 常态的攻击和变咒攻击的话 我们放到最后神 至于固有技能的话 是能解锁就解锁 好接下来说一下共鸣链的推荐 这个就不细数了 因为很多空链其实也都说过 356链对技研的伤害加成是最大的 这是我算的数据 然后这是精灵子那面算的数据 多少 19 18和33 造成我们计算结果差异的原因在于呢 我的话是更倾向于考虑在队伍中 三个角色简单轮切的情况下 也就是在不享受队友的身骸套装 队友的共鸣链 队友的技能buff及演奏buff 所带来的加成的情况下 既然自身所能打出的伤害 以这个伤害为标准 去进行共鸣链的收益 而精灵子界面的话 会更多的去考虑队伍的一个合作流程 包括他们在计算共鸣链的伤害提升的时候 也会把队友的演奏buff的增益效果 会考虑定其中 所以我的计算可能更倾向于 角色单人性能的一个提升 而他们的计算会更倾向于 在队伍循环中的提升 其实都差不多 只要趋势一样就可以了 所以对于技能而言的话 我推荐你要么0加1 要么6加1 不要存在中间的过渡项 因为你戳到三链的时候 你基本上再凑一个伤四连 就可以换两个共鸣链直接上6了 所以你要么0加1 要么6加1也不是很推荐卡在中间 好 然后是技能的武器差异 那么武器差异的话 也是因为一样的原因 我和精灵死界面 会存在一些数字上的区别 但是武器的优先级排序 基本是不变的 所以最推荐的还是 专武昌龄千丈 好 讲完武器我们再来看 讲一下伤害词条应该选什么 最后选择是双爆 大于百分比攻击力 大于重机伤害加成 大于固定攻击力 为什么是重机伤害加成 大于固定攻击力呢 也就是大于小红金呢 这是因为重机伤害 占据了技能伤害的90%以上 然后是卡卡罗 我们先来看卡卡罗的伤害构成 在我设定的这样一套流程里面 大招类型的伤害大概是48% 而普攻类型的伤害呢 是21% 要注意这里是打了三个石膏 而在实战中呢 特别是有一些门星 他们可能打不出三个石膏 只能打出两个石膏 其他的时间用在了闪避上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大招类型的伤害占比还要再降低一些 在搞明白卡卡罗的伤害构成之后 我们再来选择卡卡罗的队友 既然卡卡罗的主要伤害是 大招伤害和普攻伤害 那我们可以选择散滑或者是剑星 散滑的演奏技能是普攻伤害加深 而剑星的演奏技能是大招伤害加深 因此这两者在迎领出来之前 都可以作为卡卡罗的队友 但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普攻伤害和大招伤害的占比 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大招类型伤害占比的话 在48而普攻伤害占比 121 在这种情况下 是散滑更好还是剑星更好 这就要考虑到散滑和剑星 是什么好处呢 现在正在玩卡卡罗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他这个死告动作的持续时间 是比较长的 在实战中非常容易挨揍 所以剑星的话 可以提供护盾给卡卡罗 给卡卡罗提供一些生存能力 包括剑星的大招巨怪 可以让卡卡罗的死告 尽可能的多的军名龙小怪 所以这两者是各有优势的 当考虑到成本的话 我还是推荐散滑 毕竟是千到五天就送 而剑星的话 他至少会占据你一个 五星长盾的名额 那么说完队友 我们再来说卡卡罗的技能加连 卡卡罗的支出手段 主要就是依靠开大之后 进行普攻和死告 因此我推荐优先升级 共鸣回路和共鸣解放 这两个的优先级其实差不多的 没必要纠结 哪个是第一哪个是第二 这两个肯定都是要升的 然后是共鸣技能 最后是常态攻击和变咒技能 好我们来看武器差异 由于精灵子 他们卡卡罗玩得非常好 我也是非常的崇拜他们 所以我们就直接看 他们的数据就可以了 卡卡罗我虽然算了 但是我没有列出来 这样的一个详细图表 所以我们直接看 他们的图就行了 昌灵千丈百分之百 耗尽灵光百分之九十五 也就是说这两个是差不多的 那么如果你抽了寄言 你拥有0加1的寄言的话 你的45级的自选武器 是完全不需要选这个耗尽灵光的 你可以把昌灵千丈给卡罗 和寄言换的用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游戏 它的深渊不像隔壁 你每打完一层 都是可以切换武器和装备的 好然后我们来看 卡罗的深海 这里有一个很容易 被某些博主误导的地方 某些博主课心课的不少 但他竟然还给观众推荐 云闪之灵 我们来看一下云闪之灵 和朔雷之灵的区别 云闪之灵 它是可以使用六点击 一击命中后 才可以获得额外的伤害buff加成 而朔雷之灵 它只有二连击 在第二次攻击命中后 才可以获得伤害buff 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动作 云闪之灵的六连击 要打得比较久 而朔雷之灵 它的二连击很快就可以打完 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呢 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在你使用 云闪之灵的六连击过程中 如果Boss攻击你 而你去躲避 那么就完全浪费掉了 这样的一个深海技能 因为它耗时非常久 同时它在这个较长的释放时间 会让你浪费掉很多 队友提供的增益buff 以及炎咒加成buff 这一点非常重要 云闪之灵 它更适合打木桩 而朔雷之灵 更适合于实战流程 这是两者的区别 那么云闪之灵 和朔雷之灵的第二个区别呢 在于他们所提供的buff 朔雷之灵给的是重击伤害提升 而云闪之灵 给的是大招伤害提升 有人会说 现在卡卡罗的大招伤害 在米那么高 为什么不是云闪之灵更合适呢 我们要考虑到伤害稀释的问题 这12%带给卡卡罗的 实际效果是多少呢 这是卡卡罗在开大之后 不享受队友的各种buff 时它所拥有的增伤区比例 我们可以以零链作为参考 零链的话是2.34 那么12%的加成 可以获得提升 实际上是这个数值 5% 但是5%它还要带去乘以 卡卡罗的大招 类型伤害占比 也就是接近0.5 实际上的提升大约在2.5% 这只是卡卡罗的个人情况 如果他还享受到了队友的增伤 比如说 隐私回光套的10增伤 清云朱月套的12增伤 他的稀释会更加严重 大概在2%左右 那也就是说 你使用云闪之灵的话 你会花费较长的时间 去释放这样一个深海技能 并且在浪费掉很多buff时间的情况下 只卡卡罗获得的提升只有2% 在实际战斗过程中 可能还要远远小于这个数值 虽然云闪之灵 比朔雷之灵的技能倍率高了600 但这600倍率会随着角色的技能等级提升 逐渐被稀释 更不用说还有炎咒buff的存在 所以更推荐主生海使用朔雷之灵 而非云闪之灵 好讲完了主生海 那我们来说一下卡卡罗的伤害词条 首先前三个 慕拥之疑是双暴大于大攻击 第四第五的副词条 分别是大招伤害加成和小攻击 好下一个我们来讲安可 安可我虽然算了 但是我没有把它整理成一个板子 所以我们直接对着精灵子攻略组 做的这个攻略 我们来讲就可以了 首先安可的伤害构成是多少 在精灵子攻略组的攻略里的话 并没有详细的刷就东西 那按照我的计算的话 它的普攻再比是65% 而它的异技能和大招技能占比呢 其实非常低 也就是22%和11% 所以安可的主要伤害构成还是普攻 那么这个时候的队友毫无疑问 我们可以选择散滑对不对 因为散滑它既拥有非常快的 协奏值获取能力 可以很快地打出QTE 又可以提供一个普攻伤害加深 所以散滑是很优秀的队友 那么有很多人在网上看到过 安可和林扬那一个组队去 打他们的演奏伤害 这个玩法我觉得它没有必要啊 因为我觉得这是 强心给林扬找的就业玩法而已 就好比你说把林扬安可 卡尔罗放在一个队能不能玩一样 关于这个的话 我也在我的林扬公约视频下面的评论区 和网友解释过了 和网友讨论过了 所以安可的队友直接选择散滑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安可的技能加点 由于安可的主要伤害构成 都是开大之后的普攻伤害 所以我们肯定是要优先去升级 它的一个大招 然后是它的共鸣技能 为什么不优先升共鸣回路呢 因为共鸣回路它只包括了 两种满能量重击的伤害 它的这两个伤害占比 其实并不高啊 所以我们 我们的第二优先级是共鸣技能 然后才是共鸣回路 最后是常态攻击和变咒技能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安可的武器差异 这边直接看精灵子宫念书的结论就可以了 在他们的计算中 盈灵的专武 测魁之首是大于常驻五星武器 以然浮入的 那么我虽然没有把安可做一个整合 但是我大致看了一下 在我的计算中的话 这两者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同样推荐 如果你想玩安可的话 你可以在下一个词字 抽一个盈灵专武 不管你抽不抽盈灵 怕你赢 哪怕你抽了盈灵 也可以给他们换着用 那么深海词条 毫无疑问前两个双爆 然后是大攻击 第四位就是提到的普攻伤害加成 然后是小攻击 世界的共鸣技能和大造伤害 由于占比仅为20%和10% 所以他们的话 优先级非常低 然后我们来说领养 首先我们来看领养的伤害构成 在假设解锁了固有技能2的情况下 领养在开大之后的一套伤害构成 大概是 普攻伤害的倍率占比 大约30% 共鸣技能伤害的倍率占比 大约是29% 也可以认为是30了 这两个是差不多的 所以领养这里有个很尴尬的点就在于 他的两种攻击类型伤害占比对败开 这就会使得领养在选择队友和辞挑方面会有一些纠结的地方 那么我们来讲一下队友 领养提供普攻伤害加成 淘旗提供共鸣技能伤害加成 领养打斜奏值的速度是远远大于淘旗的 所以更推荐领养 因为在我的视频中也有提到 领养是一个自身大招充能循环比较舒服的角色 所以我们选择散华作为队友的话 让领养开大招的速度快上很多 好 接下来我们说领养的技能加点 虽然前面我们说过领养的普攻类型和共鸣技能类型的倍率占比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指的都是共鸣回路里的普攻和共鸣技能的伤害 但这指的都是共鸣回路里的普攻和共鸣技能 所以我们优先升起共鸣回路 其次是共鸣解放 再最后才是共鸣技能常态攻击和变咒技能 这三个其实差不多啊 优先几次放在一起的 好 接下来我们说领养的武器差异 在我的计算中如果以一阶常驻五星的武器作为百分之百标准的话 并没有很适配领养的四星武器啊 因为这些武器他们的技能都不适合领养 最高的骸型也就87%还是五阶的骸型 好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深海的词条 前三位还是不变的 第四位呢 由于领养的各种攻击类型伤害在米其实差距不大 所以我们选择小攻击 第五位则克是普攻加成 或者是共鸣技能伤害加成 好 讲外领养我们来讲一讲暗主 暗主 暗主的话我们以二链考虑 二链的暗主是可以让整个暗勇状态吃到两层千古浮流的加成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暗主他的普攻伤害占比至少是百分之三十 因为在我设计的这套输出流程的话 他并不是极限 实际上极限的输出流程的话 你们可以看 你们可以看精灵子的那边的攻略 是可以一共打出三套明刃加A3SA5的 但是那个流程非常的极限 在那种情况下普攻伤害占比是百分之三十八以上 而相应的共鸣技能伤害占比和大招伤害占比会降一降 约等于我们算他百分之二十吧 那么暗主的队友选择就很清晰了 要么是可以提供普攻伤害加成的散滑 要么是可以提供湮灭伤害加成的单颈 由于暗主的普攻伤害占比虽然是最高的 但并没有到特别突出的地步 所以总体来说单颈可以给暗主提供更多的伤害 但单颈的缺点在于他是一个烧血角色 如果你在打斜奏制度过程中一不小心挨了一下 你可能只有当场去世 这是单颈的缺点 因此对于门星或者是守残玩家的话 我更推荐你们使用散滑 反而对于自己的操作有信心的话 我推荐你们选择单颈 好然后我们继续 由于暗主的伤害主要是来源于暗涌状态下的明刃加A345 所以我们升级的第一优先级是共鸣回路 其次是共鸣技能和共鸣解放 最后是这两个常态攻击和变动技能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武器差异 由于五阶的这个大跃卡飞颈 它提供了非常高的普攻伤害加成 所以五阶的大跃卡飞颈 它是可以和一阶的千古伏流碰一碰的 同理的还有部位固君 由于暗主支撑的攻击区比较小 部位固君提供的攻击buff 可以让暗主的攻击区赶上或者超过增伤区一些 部位固君的话会比飞颈要稍微好一些 但实际上差不多因为这涉及到队友给的攻击buff 导致攻击区域会再稀释一些 所以大家这里的话只需要知道 一阶千古伏流是略微大于五阶飞颈和五阶不归故君的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深海词条 前三个位置毋庸置以双爆大于大攻击 然后第四个位置 由于暗主的各类型伤害战比差距都不大 所以我们推荐小攻击 最后才是普攻加成和其他两种伤害加成 然后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三肺生孩的主持条的问题 对于绝大多数的角色来说 你两个三肺生孩的主持条选择属伤就可以了 当然对于小部分的角色 比如0加1的剂岩 1加1的剂岩 还有4加1的剂岩 包括6加5的剂岩 以及6加1的羚羊 这些角色的话选择一个攻击 一个属性伤害的主持条会更好一些 当然啦 这是后期的事情 明超由于前期的四三餐深海 总共给了350的固定攻击力 角色和武器等级低的时候 白纸又比较小 所以百分比攻击的收益不明显 嫌弃只要选择两个属伤主持条就可以了 一公一属这种特殊情况 还是等到90级之后再考虑吧 OK等一下超过一段 这个视频本来都已经在上传了 然后翻评论区的时候 看到有人问我 辅助和奶套的这个纸条怎么带 没办法回复你嘛 因为被水军给举报禁言了 那就在这边说一下 辅助的话 清云出越 你的4C主持人海 一定时机的无伤凶路 然后三肺的话 一个选择共鸣效率 一个选择攻击就可以了 因为共鸣效率你带两个也是溢出 还有一个攻击的话 它比较通用 就是你就可以给任意属性的辅助带 你看这边大招它是有 冷却时间限制的 所以两个三肺 一个共鸣效率就可以了 两个一肺的话 就带攻击主持条就可以了 至于奶妈的话 四肺 四肺选择这个规规啊 然后主持条 是治疗效率 治疗效果加成 三肺的话也是一样 一个共鸣效率 或者你不放心的话 两个共鸣效率也可以 那我是一个都没有啊 这个不用看我 我这边要乱点 但是一个都没有 然后一肺的话 因为维里奈是攻击奶 但是白子是生命奶嘛 也就是说维里奈的治疗量 是基于它的攻击力啊 而白子的治疗量 是基于它的生命值 但是这个EC其实你不用特别在意啊 能选 能复合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也无所谓 因为前期呢 你肯定是把所有的资源都给主C 辅助和奶妈在生海 最好是一击都不要生啊 当然如果你 时代觉得就是 掉血掉太多 奶不会来的话 你就给奶妈升升级 你就给奶妈的 生海升级 但是这里要注意一下 你升级的时候 你不要直接把一个 直接给拉到25 你这五个生海 你平均统一升到10级 对就五个都升到10级 你不要一个都 一个直接拉到25 那样太浪费资源了 都升到10级 然后你看你的奶量够不够 如果你觉得够了 就不用管它了 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 那你再把它 再选两个拉到15级 对吧 这样子 这样一点一点往上升 不要直接一个拉到25级了 那就给人电视频 już 这根本就想去 没问题 就算做了